詞曲 李宗盛 浸會大學六十大首 上智會發起製作誓說論語的特輯 為母校觸授 有邀請我這個上智會的發起人 為這個特輯講幾句話 人、義、禮、知、信 正是儒家的五常之道 是傳統中國文化中 處世為人的道德標準 和倫理精華 上智會是一九七零年代 我在香港浸會學院發起的 目的是鼓勵一班熱心的校友 對母校的支持 我們中國對教育有百年樹人的說法 百年就是世紀 就是century的意思 所以用century club 來命名一個支持大學教育的校友組織 是很有意義的 但是century 讀起來也好像中文的上智 就是高尚的意志 所以我們就索性 將這句組織的中文名字 改為上智會 我很高興看到 經過近四十年的歲月 century club上智會 不僅成為眾多校友喜愛的組織 它也真是成了今天支持母校 智會大學發展的力量 論語是儒家的經典著作之一 從為人處事的哲理到治國安邦的方式都有涉及 是中華文化的貴寶 論語所總結的智慧 是現今我們提倡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 我們邀請了時政新聞人物 以及各個領域的精英 講出他們為人處事之道 做人要飲水思遠 孔子都說過 好人不好學 其弊也餘 大抵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好字不好學 其弊也當 放蕩不羈 所以說到底都是要學 朱希當時對宗樹 對孔子的思想就是 父子之道 宗樹而異議 宗就是自己盡力 盡己之為宗 推己及人之為樹 他不再不注重外在的東西 他注重內在 內在像不辭何問名而何學 那才是李的真髓 自者動 人者靜 中國人已經是非常重視這個家庭倫理 他也主張四海之內皆兄弟 論語的一個非常短的一條 就是四個字的一清 一清是成語 子曰有教無類 論語也許可以提醒我們 做什麼事都不要走到極端 細說論語 在傳承中華文化的同時 亦都為社會安定團結 貢獻一份力量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但反過來說 你自己有的 亦都想別人有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遂令不從 人究竟是什麼呢 用現代的說話來說 其實就是同理心 同理心就是對別人的苦樂 有一種出自內心的 自然而然的關切 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 這句說話呢 就很適合我看今天 我幫助大學生 面對他們未來的一個指引 知知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樂知者 好知者不如樂知者 例如我身邊的同學 我七四年 琴苗 很多同學 都在社會 都有些成就 孔子 有一次在河上面 他對著流水 說了一句 他說 誓者如師父 不捨就野 想起論語 有一句說話 是很對的 事不可 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 輔之之道 實際上是忠 術 而以以 對 一個忠 就是說忠誠的忠 一個饒術的術 其實這裡頭就包括了我姊姊的名字 他叫公儒心 然後我叫公忠心 國軍得不到人民的誠信信任的話 實際上國造是不能夠持久的 身體發膚 受之父母 不敢毀傷 這些學生聽到之後也知道 原來自己是要孝信父母 我本著人愛的精神 老不老 以及人之老 幼不幼 以及人之幼 去服務社會 博雅教育 英文叫Liberal Arts Education 除了我們社會的變遷 博雅教育已經涵蓋了 人民教育和科學教育 我們都很明白中字 其實中字來說 我自己的看法 不是純粹是愛國家 其實中字也是一個做人的基本 曾子也說過 夫子知道是忠誓而以以 細說論語 在2015年首播 一直得到母校和各界人士的支持 更加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迴響 在2016年 我們再接再例 繼續在無線電視J5播出 為群言 尚其志 祝願我們上字會 繼續秉承百年樹人的精神 民視J5播出